因為數量應該沒問題了 支合也OK了 所以這位是把他的薪資加在一起 放在上裡面 那如果平均的話 那其實就是多一個 把他的數量再除以 也就是他的總和除以他的數量 所以如果要寫這個程式的話 怎麼寫比較簡單呢 我乾脆直接拿這個來call 這個call 但是call的時候可能要注意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再把這個 產線人員工資之平均有沒有 把他這個名稱貼到貼過來的這個 那記得那個sup名稱不能一樣 好 所以我是拿上面這個拿來改 那改的話其實 就是這個是加總 最後輸出是到這裡 輸出應該是到18 所以這邊改一下18 所以第一個最簡單 輸出的位置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除了說要算他的薪資之外 在下面呢 也要再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 他到底有幾個的數量 所以應該是他的薪資總和 除以他的數量 所以喔 你可以在這個底下再增加一行 什麼呢 就這個sum等於sum加1 但是有個問題喔 這個sum的名稱 變數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喔 可能要改一下 但是我把這個改 因為名稱如果一樣的話 他會被覆蓋掉 所以喔 我把下面的這個sum等於sum 改成c等於c加1好了 OK 就名稱不能一樣 也就是說啦 這個c指的是幾個 然後sum的話才是加總 這樣好像比較懂啦 或者你上面 上面把它改一樣好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 因為要平均嘛 所以把加總 除以總共幾個 除以有沒有 再除以c就可以了 好 程式就寫完了 OK 那最後寫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答案應該是3981嘛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應該跟前面一樣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執行 有沒有3981 沒問題 OK 所以喔 產線人員工資之平均 那就是 第一個啦 我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直接貼過來 OK 然後改了這個名稱 所以應該這是第一個部分 一定要改的 第一個step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 下面再增加一個c等於c加1啦 OK 因為上面本來是sum等於sum加1 我把它改啦 因為這個變數名稱已經被用了 所以你不能再用跟它一樣的名稱 所以改成c好了 那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把 加總結果除以總共幾個 所以除以c c的話應該等於6啦 所以這邊把它等於是 23884除以6 得到9 應該有小數點啦 不過小數點部分 我已經把它 格式部分已經把它取到整數了 所以它沒顯示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假設 這個未來 大概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把這三個做按鈕的話 一樣嘛 所以你可以 把剛剛這個做完了 那這兩個怎麼做 一樣嘛 我的習慣是 做一個之後 下兩個 我一樣可以用插入按鈕啦 不過按鈕可能會 剛好要一模一樣大不容易 所以我想要跟各位講 可以要按右鍵複製一下 把這個按鈕複製之後 把它貼到底下 它就會一模一樣大 那比如說我再貼兩個好了 那一個是 產線人員 所以呢 你拿這個直接貼之後 再去改成指向這個 按右鍵 這邊有個 重新指定它是 執行哪一個聚期 所以按右鍵 有沒有 然後可以什麼 可以重新指定那個聚期 指哪一個 指這一個 這個應該是 產線人員之盒嘛 然後並且把它的名稱 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把這個名稱再點一下 然後把它的這個 改成就是 產線人員之盒 這樣就會 一模一樣大嘛 所以把這個 delete了掉 指定它 有了 那這個呢 按右鍵一樣 指定它 產線人員之平均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那這邊再把它改一下 好像字太多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拉寬一點好了 這個把它拉寬一點 這樣OK了 這個的話 執行它 這樣就完成 OK 好了 畫面先 再還給各位一下